六十一 不再叫西藏 因为王峰采取了不干涉 藏区的层一致发展很快 各州地市都有了基本架构 覆盖的人口比远非达兰萨拉可比 进行会议筹备时 有人担心州地市当选人集中在一起 容易被集体消灭 提议开秘密会议 被单增否定 他表示透明公开 是曾一日组织的基本原则 第一次会议 尤其不能违背 如果在最初就让各方都明白这一点 当选人只是委员会的代表 消灭当选人 不能让委员会的决策有任何变化 以后反而更安全 王峰明白这一点 抓捕或消灭没有用 反而会把层一致推到独立的一方 因此不但否定了设卡阻止开会者到昌都的主意 还要求发生断路或车坏时 军队要不暴露身份的提供帮助 的确 境内藏人若不整合起来 一定会被达兰撒拉主导 然而整合结果又会怎样并不清楚 如果也是要搞独立 那就只有进行全面战争 直至消灭所有的藏独势力 昌都位于全藏中间位置 中国大力投资基建时修的公路带来很大便利 各州地市委员长基本都能一天赶到昌都 最远的阿里地区委员长称作民航客机时 也没遇到阻碍 一切顺利 曲扎派来了一位加拿大籍的藏裔女士 做她的特使 要求参加会议 丹曾表示 人人都可旁听 如果不是自治政府尚未接管电视台 应该进行全场的电视直播 唯一的限制 只是旁听者不能发言 然而会议刚开始 女特使便从旁听戏质问 流亡藏人是不是藏人的一部分 15万流亡藏人 比阿里地区的人口总数多50% 为什么在讨论西藏向何处去的会上 没有一席之地 他们是被赶出家园的 难道连自己的同胞也不要他们了吗 这质问铿墙有力 让来参会的各州地市委员长面面相去 主持会议的单增也神色歉疚 解释这是曾一致会议 流亡西藏未实行曾一致 特使也不是曾一致的当选人 因此无法请他正式参加会议 不过与会者还是通过了动议 同意特使列席会议 并且可以发言 只是不参加表决 特使充分利用机会 从旁听戏一进入会场 就先生夺人 痛臣眼下藏人可以自我组织起来 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是几代藏人流血奋斗的结果 不抓住这个机遇 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 是对先烈和民族的犯罪 这番话引起了旁听席上的掌声 丹增发言表示 如果独立不需要付诸沉重代价 他也赞成 但是他不会把独立当目的 那只是追求民族权利的手段 如果不独立也能实现民族权利 为什么要付出那种代价 达勒喇嘛说 全球化时代世界成了一个村 何必执着于独立 藏人需要的是自由幸福 宗教文化得到保护 曾一致实现的高度自治都可以做到 外交和国防 有北京代理 有助于减轻自身的负担 难道把权力视为负担 特使语气讽刺 民族领导人 怎么可以持有这种态度 别说外交和国防 一针一线的权利也不能放弃 日卡泽的委员长是教师出身 汉文豪 读过欧阳中华的原著 他插话进来 人民的真正权利是人权 民族是个人的集合 有个人权利就会有民族的权利 不要把right搞成power 精英要power 人民要right 必须避免为精英的power 牺牲人民的right 这种理论之争 进行了数个回合 丹增提议暂时搁置 先考虑怎样解决问题 甘兹州委员长提出一个具体的担心 先不说独立能否实现 得付出多少代价 即使当作一个梦 也会发现其中有噩梦 目前甘兹州十八个县 只有西部七县搞了层一制 靠近汉地的东部各县 汉人居民比例大 有的县甚至超过了藏人 如果搞独立 那些县届时跟随哪边 当地的藏人是驱赶汉人 还是自己搬离 没有独立时 各民族可以共存 一旦按照民族发生了分裂 印八分治时期的 大迁移和种族杀戮难免重演 甘兹州委员长有备而来 用投影放了剪辑出几分钟的历史纪录片 当时印拔双方的政府 虽然协议行事 民间自发的种族冲突 却造成了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上百万人死亡 西藏若独立 这些楚慕惊心的画面 会不会再现 甘兹州委员长 对民族关系更多了一层忧虑 甘兹州除了有众多汉人 还有相当比例的穆斯林 冲突烈度很可能更高 他表示独立已经很难 保持独立更难 如果说独立后维持几百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外交 还勉强的话 藏地的国防 却是难以承受的重负 汉人比藏人多百味 中国怎么甘心让西藏独立 西藏又怎么能守得住漫长的边境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从未放过西藏 将来中国民主派掌权也会一样 西藏是否能承受没完没了的争斗 阿巴州的藏汉冲突最烈 仅自焚者就过百 独立的诉求被当地民众广泛呼应 阿巴州委员长是特使争取的同盟 他不像特使只强调不自由勿宁死 而是以蒙古国为例 反驳独立难以保持的说法 蒙古国人口只有藏人一半 比藏人实力更弱 却在摆脱中国后保持了百年的独立 玉树州的委员长是位历史学者 他则详细了蒙古国的独立 完全是靠苏联 当年全境驻扎着苏军 蒙古的独立基本只是名义 只是因为到了苏联解体时 独立的名义已经持续了70年 已经被世界所接受 才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 延续下来 而那种背景 藏人是没有的 当各州低市的委员长 在一起协商 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可行性 而不是情感的因素 既然争取独立 会带来诸多冲击和难题 就不如自治更有力 曾一致本身已经达到了高度自治 能实现藏人所求的权利 便没有必要非得独立 会议形成了共识 只要中国政府不干涉境内藏人的曾一致自治 藏人便不要求独立 可以保持在中国的宪法框架内 服从中国政府 这被确定为境内藏人的总体态度 达兰萨拉代表的是流亡藏人 主张独立 可被视为是流亡藏人的观点 是派别的 不是整体的 会议倡议 达兰萨拉也在流亡藏人中 实行层一致 而后合并进境内藏人的曾一致 实现藏人大家庭的统一 女特使参与不了决定 旁听习虽是普通民众 多数听得懂委员长们讨论时讲的道理 至少现在不必急于独立 因此没有太多人呼应女特使的指责 女特使多次违规发言 和议会斗争时的言辞 没有被会议按规则制止 是出于对他所代表的流亡西藏的尊重 但是会议不受他的干扰 继续进入下一步议程 下面花费最多时间讨论的 是对一国两制的疑虑 共产党最初进藏搞的就是一国两制 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 制造出了延续大半个世纪的西藏问题 香港的一国两制同样毁了香港 至今危机延续 台湾则坚定地拒绝一国两制 这些前车之鉴都说明 中国也得实行层一制 才能与藏区的层一制共处 如果中国继续延续专制统治 实行层一制的藏区迟早会议期分道扬镳 即使中国是实行带一制 仍然解决不了民族问题 不过与会者都知道 不可能现在就要求一步到位 暂且搁置这个问题 先专心搞好藏区的层一制 下一个议程 是确定西藏自治区 和青海 甘肃 四川 云南 四省藏区的统称 历代中国政府处于分而置之的目的 将西藏名称 限于目前的西藏自治区 对全藏没有统一的称呼 造成了很多概念混乱 会议做出决定 以历史所称的土伯特 作为全藏区的统称 与会者对此无意义通过 但是对是否恢复 土伯特传统的三区划分 争论比较多 历史上的土伯特 分为安多 魏藏和康 从历史传统和文化关系上 三区划分是合理的 也是作为政治正确 被西藏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 不过会议最后的决定 还是继续沿用 中国框架下 州地市的行政区划 延续原中国 五省藏区的接口 以求保持平顺稳定 尽可能地减少冲突 避免刺激中国当局 和汉人民众 会议决定 由17个州地市的 当选委员长 组成土伯特 曾一日委员会 为了不和现有的 中国国家框架冲突 这个委员会 暂时不作为政权 只作为协调机构 由17州地市的 届时当选人 轮流担任主席 从昌都开始 半年一轮 首任主席为担增 透过评措电子眼 观看了这个会议全程的王峰 对西藏实行层一致 打消了最后的顾虑 而若西藏实行层一致 中国也得同样实行 对于王峰 这样的考虑 倒不是出于一国两制 难以为继 而是以层一致 解决民族问题 只是满足了 不让国家分裂的前提 并非是王峰的最终目的 他的目标 在于阻止这一计划 必须改变政权 只有层一致 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 一旦证实了层一致 能够避免民族分裂后 下一步 就是要在中国 实行层一致了 不过此时的王峰 还是留了个心眼 他曾经利用过 对方不在自己身边的监控 制造假象 引导对方 做出符合自己所需的反应 丹曾会不会 也知道 凭错的嘎吴带上 有那个电子眼 因而让他看到的一切 都是精心安排的演戏呢 这一点 是最后要搞清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